鲍威尔的打算被曝光了 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 耶伦的担忧成为了现实 还好中国没有上当 很显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想暗度陈仓失败了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想转嫁美债危机也失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5月初美联储会议做出不加息不降息 维持现有利率的决定 这并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料 但随后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 未来都不太可能加息 这一消息略超意外 也让整个金融市场松了一口气 但是随着现在公布5月会议的纪要 我们才发现鲍威尔在粉饰太平 会议记录显示 美联储的许多官员认为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收紧 以便通胀能够达到目标水平 然而 为什么鲍威尔要故意掩盖其他官员的意见呢 有人认为 这是鲍威尔为了支持拜登的连任 因为对于拜登来说 经济排打得好 连任的机会就会更大 但要想打好经济排 急需美联储降息的支持 鲍威尔公开声称 未来不太可能加息 就是为了支持拜登 但实际上 鲍威尔很有可能是在暗度陈仓 美联储在短时间内再次上升 情况非常神奇的事 尽管美联储实际利率并未发生变化 但美元指数却上涨了 导致其他国家货币下跌 然而 这种情况对于人民币来说没有任何效果 在今年的前三个月 我们一直在大量抛售美债 总额达到了489亿美元 持续抛售美债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事实上 自2024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尽管人民币在短期内出现波动 但实际上从年初至今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仅为1.9% 与此同时 美元指数却已上涨了3.3% 这表明人民币的抗跌能力远超其他货币 实际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日元今年以来已经下跌了11.3% 欧洲的瑞士法兰下跌了8.7% 加元下跌3.2% 这几个主要货币的跌幅 都明显大于人民币 看上去 只有英镑的表现比我们更好 不但没有下跌 反而上涨了0.04% 美联储的暗度陈仓现在被曝光了 美国对全球的收割一直未能如愿 最终造成美国自身被反噬 过去 美国习惯通过向海外出售美国国债的方式 以便从国外获得资金来支持国内消费 因此 过去发行的美国国债中 有高达35%的资金流向了外国机构和海外央行 但是 在现在高达34.7万亿的债务总额中 外资持有额还不足8.1万亿 由此可见 超过77%的美国国债最终掌握在了美国国内 无法外转危机 当危机来临时 最终买单的仍是美国的普通民众和家庭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毫无疑问正在为此发愁 而美国的普通家庭也正在为此买单 最近 美联储公布了一份关于美国家庭经济的报告 虽然美国整体宏观经济数据看起来不错 但当考虑到微观层面 尤其是家庭和个人情况时 情况却变得越来越糟糕 美国的高通胀已经持续了三年多 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日益严重 报告显示 近40%的美国成年人甚至无法拿出400美元现金 无法应对任何紧急情况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在美国的成年人中超过一半人表示 每月扣除了固定开支后 几乎没有剩下任何钱 而对于一些低收入人群来说 吃不饱 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已成常态 未来经济展望不容乐观 65%的家庭认为财务状况正在恶化 其中近20%预测情况将更糟 看来美国的危机转嫁策略已经失效了 美放话终止数百种商品豁免 将对华大幅加征关税 马斯克带头反对 最近几天 美国针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制裁再度加码 当地时间5月21日 美国宣布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等商品大幅加征关税 5月25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表示 不会延长数百种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豁免 所谓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豁免 最先是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的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次援引301条款 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拜登上台之后出于种种原因 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期限进行了数次延长 2023年12月底将豁免期延长至今年5月31日 现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种表态 证明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将再度升级 因为他连拜登上台之后打的补丁也给拔除了 这种决定一旦生效 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将走进死胡同 两国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美国政客的反华情绪也会一浪高过一浪 但美国并非都是狂热分子 当地时间5月23日 特斯拉CEO马斯克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 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并不是好事 因为这种行为扭曲了市场 限制了自由交流 马斯克同时还认为 就算是没有关税支持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上也颇有影响力 美国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主要想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 提高中国进口电动汽车的价格 保护美国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 已经占据了全球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如果完全进行公平竞争 美国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将会被中国商品冲得七零八落 此前马斯克就说过 如果没有贸易壁垒 来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厂商将摧毁世界上大多数汽车厂商 美国想通过加征关税提升中国电动汽车的成本 影响中国电动汽车的正常运营 这同样可以给美国的汽车厂商赢得一个喘口气的时间 现在的美国已经没有当年的自信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令美国绝望 正面竞争肯定是打不过 那就通过盘外招来给中国制造点麻烦 能拖一天是一天 这点想法 业内人士无人不知 马斯克是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头面人物 他为什么会反对这种看上去对美国电动汽车厂商有利的做法 原因很简单 马斯克对中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态了解了 他很清楚 美国的做法是庸人自扰 首先 以比亚迪为首的中国新能源厂商 本来就很少向美国出口电动汽车 有华为的前车之鉴 国内主流厂商都基本放弃了美国市场 美国的政策 根本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厂商的出口造成什么影响 其次 中国新能源汽车厂商的优势太明显 特斯拉这个曾经的全球第一 2023年与比亚迪之间的销量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00万辆以上 而美国在新能源领域表现太差 就算是关起门来搞建设 玩小院高墙 也达不到中国目前的水平 反而会让美国汽车公司失去跟中国学习的机会 其实不仅仅是电动汽车 在光伏 无人机 稀土等领域 中国同样具备这种优势 美国自己的制造业水平持续下滑 而科技进步一定要在全球性的竞争中才会出现 美国自己搞小院高墙 拒绝与中国的交流 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并不排斥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倒是美国自己可能会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一路狂奔